我叫陈曼 我每天都至少拍攝一個明星 第一個來的是楊蜜 說你們這簡直太舒適了 我是一名攝影師 到處跑拍攝 一年大概有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時間在這 是一大破倉庫 連骨架都沒有 裝修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我真是特別喜歡裝修 就是反正視覺解決的東西 我都非常非常喜歡 我甚至一塊大理石 一塊磚我去那種就是露天那種大棚 然後去自己挑 這是松美術館設計師設計的 我要求就是科技禪 因為這個松樹我們又開了天窗 有點中國風的這種感覺 我的道具真的做得挺精緻的 我就怕浪費 然後我就給它要來了 一進門 左手是一個拍趙麗穎的葫蘿 中間這個松樹這兒 上面有個黑色的球 是拍王俊凱 還有就是這個燈 當時是拍麗玉春 我說這個燈挺好看的 然後掛在我們食堂的部分 吃飯比較有食慾 黃色的、紅色的 我比較喜歡我們那服務器 那個機房 還是我從網上下了照片 我說按著這個標準去捋這個線 然後我們那線是紫色的 最有意思就是廁所吧 染色體的這個代碼 所以外人來我們這兒上廁所的話 就需要指導一下 工作了將近17年 明星拍攝上千個了吧 沒有太難度高的 因為他們都是演員 我的照片應該是熱搜題 我一年拍攝封面 大概得上二、三、十次熱搜吧 一個明星我會重複拍好多次 每個人就像鑽石一樣 我就是像 有點像那種鑽石的拋光師 我給他拍一次照片就拋一次光 我從來沒覺得特別紅 我拍的明星就越拍越紅 我剛開始情商特別低 就是拍攝的時候是不說話的 跟明星私下特別沒有關係 只有性格所致 其實也幫助了我 專注性能提高質量 我拍千里就從十幾歲就開始拍他 然後我們倆唯一的話題就是他養貓 然後我也喜歡貓 唯一一次我覺得我該跟他說話 我們倆大概坐在沙發上 一定有20秒 就是完全安靜的 說你們家的貓 原來臉就是這麼長嗎 然後他微微地一笑說 嗯,是 商業攝影就是為了收入 我覺得大眾其實比時尚雜誌聰明多了 有品味多了 然後那次拍王妃也是 他有很多很出格的形象 我覺得他有一個特別純淨的一面 白色的高領衣服 然後只是一張臉 其實很多好的東西 看起來是很平凡的 我拍的大多數女人 其實是給女人看的 作為一個女性攝影師 我就希望是不狠 在生活當中非常喜歡養生 比如說我可以扎著針 貼著愛揪,帶著隨身揪來影棚 別的明星就會覺得特別好奇 你拍時尚照片的 你怎麼怎麼就這樣就來了 我非常習慣中醫這個行業 我已經投入了我的時間 去研究養生 因為我媽本身是醫生 然後我的老爺 幫別人免費的中醫、正骨、按摩 排滿了一整條胡同 我是北京南城的 小時候在胡同裡長大 就是挺鬆散的 我工作的狀態 我在種菜 我覺得人就得玩土 尤其是中國人 知道原來的種子是什麼樣的 發的芽是什麼樣子 一個黃瓜直接摘下來 然後立馬就做一個拍黃瓜 我就覺得生活特別美好 說實話 我覺得工作上真的沒有什麼壓力的事情 真正壓力的事情都是在生活當中 在最親密的關係當中 經歷多了 拍的人多了 就更少的恐懼了吧 就是更少的恐懼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